身体还没纺织高,年龄还不到13,这就是拍摄于我国上世纪30年代,日上在华沙场里埋头苦干的包身工。 他们多位来自附近乡镇农村里的女童,被包工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签订包身契约。 而在契约时间内,他们没有人生自由不能回家,也吃不饱穿不暖,全天都在比自己个头还高的纺织厂里埋头苦干。 而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则全有包工头所有。 在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下,他们很少能够健康地活到契约结束之时。 而年龄越小的身价越便宜,所做工的期限也就越长。 而又因年龄小,他们没有斗争经验,只能默默地忍受包工头的无尽压榨和欺骗。 而除此以外,他们的健康也在这种环境下得不到保障,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患有烂脚红颜,和一些皮肤病。 在工厂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,回到住处,包工头也只会给他们两周遗饭,和一些碎菜业。 他们就像奴隶牲口一样,没日没夜地给资本家和包工头创造财物,而却拿不到自己应有的报酬。 而像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期,几乎每个国家都会上远。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,美国一家纺织厂里,一位工作的女童,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即时摄影家刘易斯海因所拍摄。 而在拍摄这些照片之前,美国北卡罗兰纳州的一家纺杀厂里,一名11岁的男孩,因摔倒在正在工作的纺杀机上,导致该男孩的两根手指被切断和压缩。 而除去美国纺织厂里的女童工,英国美厂中的男孩命运同样多传。 8到12岁的年纪,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徒手从被敲碎的煤块中挑出杂纸,然后把煤洗干净,以便储存。 而这种工作同样危险,因为经常有孩子的手指被锋利的煤渣划伤,而洗煤要用到的硫酸,也会经常烧伤他们的手。 同样哮喘和黑肺病,也会在这群孩子身上流传。 而截止到2020年年底,全球仍然有1.6亿名童工分布在世界各地,他们的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, 人为资本家或农场主单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。 那么看完以上视频,你的身边还有年龄在14周岁以下,停止接受教育而整日工作的同工。